看片之前記得訂閱魚逸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新加這麼多年再獲得這個自尊大獎 這首自尊歌很開心 雖然今年只有拍下一首歌 但是也很開心得到這個肯定 2024年不會只拍一首歌 已經拍了新歌,叫青春古別式 新加了16年,會不會很深感受 是嗎?你不說我真的不說 我出道就好像上個星期的時間 我覺得沒有,可能真的隔了太久了 沒有記憶,我已經不記得我上一首自尊歌是什麼 就是《學愛》 真的嗎? 入行初期到現在 我覺得做完訪問我應該回去睡 都很開心的,繞個大圈 還有我覺得保持著相信音樂 要相信好的歌 也要交給時勢 我覺得有時候的歌 我們做的時候以為它會很好反應 但可能那年又 譬如青春常駐就是 年初派的時候就不受歡迎 也沒有什麼上榜 為什麼年初一聲就突然又回到榜 聽說這次《隱形遊樂場》 剛剛在53週又重新回到榜 所以這也是第二次在年底重新回到榜 突然間他們約了在外面開香檳都不知道開什麼 那現在終止都 對,有個獎座去送一下香檳 我覺得 我相信他們都會很安慰 會不會馬上自盡多謝Wyman 因為我一月會飛巴黎做Fashion Week 那我會帶上獎票去倫敦找它慶功 但你相信今晚應該不值得這個獎的 你會不會都預期希望自己來 沒有啊,我想告訴你 我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期望 是啊,我覺得今年以我的 這個叫什麼? 出琴 其實有這首歌我已經很開心 雖然我有拉票 還有我發現原來拉票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從今年開始 即我從2023年開始 我一直拉票 拉到累我就知道 因為不知道 原來你到街上見一下聽眾 就算他不喜歡這首歌 他都會很直接告訴你 我不喜歡這首歌 那我個人就是覺得 所以我覺得讚美要開心接受 批評也要開心接受 會不會都在想 有很多不同的拉票方式 要這樣說 不可以每次都一樣的 上次就 因為剛好又遇到區議會 拿了一些想法來玩一下 但是下次我想 盡量想一些高級一點的 不要那麼阻礙的 我們有一晚一刻 在銅鑼灣拉票 差點被人報警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所以都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打擾到其他 就是玩歸玩 嗯 是啊 還有最重要的 跟粉絲又開心一下 嗯 我想說是很神奇 都真是關我代言的 弱事 醫生跟我說 他沒見過有一個 一個 patient 是中了甲瘤 就是甲型瘤 是兩天可以開聲的 其實我頭尾三天休息 第一天回去覺得有兩聲咳 第二天就開始尖寒尖動了 睡了一天 第三天又睡一天 第四天又開表演 那又唱得回 我想我都給自己 那一刻有八十分的 嗯 是啊 所以我也覺得 嗯 那又好像都關 可能和我媽媽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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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個月位 找我爸爸驗糖尿的那些針 就是這樣一按就像一按釘那些 不痛的 然後突然間就出了幾滴血 我想大概二十分鐘之後 不痛了 喉嚨開始 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醫術真是薄大精深 所以中醫或者忠誠藥是有料到的 大家可以嗎 大家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你聽到私人眼睛嗎 她戴嘴巴 對 她戴嘴巴 哇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認識她的 我認識她的 她戴嘴巴 戴嘴巴 嘴巴 masih 櫃巴 又 配 與 雙 比如 因為